電價會怎麼調漲 這個還是要到那個電價審議會去審 主要是台電目前的這個財務的狀況 為了讓供電的穩定 所以我們優先還是會爭取這個政府的補貼 另外就是電價的調漲的部分 相關的機制我們過往的調漲 也都是會注意到除了這個台電的成本之外 照顧民生 穩定物價 那這一些也都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考量藝術 國際的燃料價格飆漲是台電虧損的主因 它因為在整個惡物戰爭退島 已經導致了國際燃料價格暴漲 台電的購美均價由2020年的每噸64美元 漲到2022年的276美元 大約上漲了三倍 那中油的統約氣價也由每立方公尺 8元漲到16元上漲了一倍 2023年國際的燃料價格雖然有回穩 但是仍然處於高檔 那發購電燃料成本已經連續兩年高達6000億以上 是台電整體支出的大中 那以惡物戰爭前大約是3000億的燃料支出相比 增加超過一倍 相較之下電價過去兩年沒有跟著燃料價格足而的調漲 導致產生虧損 2023年再三年月的購電支出大概是900億元 佔總支出的不到10% 顯見燃料支出翻倍大增是近年台電虧損的主因 各國從2021年就紛紛大漲電價 因為在惡物戰爭國際燃料標準的情境下 許多國家是直接反映在價格上面 韓國 德國 法國 英國等都有大幅的調漲 2020年到2023年為例 韓國跟德國的電價調補累積是87%跟34% 法國跟英國更高達106%跟126% 而台灣的電價調補相對是和緩的 有效的減緩國際燃料價格飆漲的輸入性通膨 第三個穩定台電的財務 因為台電承擔了減緩通膨的政策任務 吸收燃料成本的漲勢 因而產生了巨額的虧損 到2023年底累積的虧損已經達到3826億元 預估2024年將增加虧損1887億元 電價如果不調整或者沒有政府的補助 淨值預估將會減少到228億元 政府在2023年2024分別編率預算增資1500億元跟1000億元 並且以特別預算補貼500億元 來支持台電的財務 但是因為國際燃料價格仍然處於高檔 售電的成本仍然高於售電的價格 所以我們持續來爭取政府的補貼跟電價的合理調整 使台電2024年達成損一兩平的目標 讓累積的虧損不要再擴大